位在复兴区的四陵光华部落 塔曼山区 塔曼西区以及拉拉山 分布着贵重的巨木群 是桃园山林道法的热区 林务局为此也加强巡查和各单位合作 更利用科技器材来做辅助 来提高破获率和遏止不效人士盗墓 复兴区内的森林里巨木被聚控一大块 树上仅是黄色牌 有的住民已破案法办中 有的住民嫌犯疾压中 位在新北市乌兰区和桃园市复兴区交界处的塔曼山 拥有非常多贵重的巨木 是盗罚的重灾区 像去年的话就违反森林法案件 就盗罚的有77件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查到 就破获的话有32件 然后人赃巨获的就查获的人犯有52个人 然后这个大概整个来讲 它的破案率大概是41% 然后今年度的话就我们破案率更高 就总共发现违反森林法的案件有41件 有查获的话只是26件 然后抓到所谓的三老鼠的话是有50个人 它的破案率大概达到63% 在这里拥有许多贵重巨木 加上交通比其他三区便利 像是复兴区的市仁光华部落 塔曼山区 西区以及拉拉三 是桃园森林到法五大热区 林务局也加强巡查 强化检警林以合作 因为我们有跟各个单位包括检查官还有警方跟移民署 甚至是百姓这边还有志工都有加强联系合作 所以在查器上的频度是比较密集 而且也有运用许多的高科技的器材做辅助 成效也非常良好 所以在查器到法上是有很好的成绩 这方面也确实有抑制出 就是三老鼠再来三区到法这样 林务局更结合了社区志工力量 利用科技器材辅助提高破案率 而在第一线的森林护管员 平均一个人要负担1500公顷的巡护区域 任力负担相当的大 还不时得承受三老鼠持枪威吓的压力非常辛苦 林务局也呼吁消费者要任命台湾木材标章 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木制品 成为三老鼠的帮凶 桃园有线新闻 董玉飞复兴采访报道